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集中即阐述了我的研究发现了碳排放汇 影响食品的生产和供应 并间接引起糖尿病等健康问题 有兴趣者可透过下面的连接观看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健康地活着 这样才有福气享受这些财富啊 再者 2023年11月14日将会发生天王星冲 与其卫星的天文事件 天象如此 地面的人间 很多人最近很快乐 钱包满满的 因为Santa Claus Rally 圣诞老人开始送礼物了 信首年来的台北股市历史数据分析显示 11月和12月的平均涨幅 是会往往高于其他月份的 例如 从1991年至今 这几个月市场指数显著上涨 量化平均涨幅约为1.48%至3.9% 这些数字预示着年末强劲的反弹 这种趋势在我们金融界通常被称为年终效应 显然您们已准备自己给自己的红包了 恭喜 恭喜 但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历史数据可以 随手拈来只能提供参考 但它们并不是未来表现的可靠预测因素 每年都会有独特的市场状况 今年底可能会偏离过去的趋势 此外天有如此异响 全球经济政治局势 国际贸易和 国内政策变化等外部变数 都可能对市场表现产生重大影响 并可能超越季节性模式 所以我们开始上课啰 我们今天将薪资成长与通货膨胀进行比较 不同经济体之间存在差异 尽管美国和欧元区成员国 等一些国家的工资增长 与通货膨胀率持平 或超过通货膨胀率 但台湾的工资成长 却落后于通货膨胀率 这种差异引发了人们对其 公民购买力和长期经济福利的担忧 低工资和通货膨胀 台湾的经济表现 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出的数据 2019年全台工厂年薪中位数为 新台币49万8千 但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 这个数字比20年前仅成长不到5% 对于为马25岁的年轻劳工来说 年薪中缺失34.9万新台币 甚至比20年前还低 低工资和高房价导致许多不愿 或无法承担结婚和生育的成本 由于长期的低收入和收入消费 许多人多对未来感到绝望 一项调查显示 高达87%的低收入人群对未来感到绝望 这种低工资问题也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这在社会中产阶级的减少中得到了体现 台湾央行维持政策 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预期 该银行董事会成员之间的讨论引发了 台湾房屋租金和价格上涨引发了对持续通膨的担忧 尽管有监管政策 但央行对生息的谨慎态度 也可能受到房地产市场对物价下调的抵制的影响 这可能为未来的利率调整奠定基础 央行必须平衡利率变动 对房屋贷款的影响 与控制通膨和刺激私人投资的需要 正如我们在十几天前 驾驭浪潮追踪器 的影片在2分35秒 High Interest Rate Simian 这一集的影片在6.03分分极有所阐释的 这次中东冲突仪 透过类神经演算 与易经挂项已步入往昔 此次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 降低了其他地区石油供应中断的风险 前天为因应情势变化 沙乌地阿拉伯和俄罗斯等主要成员国 受袭击事件后战争议价缓和的影响 油价已连续第二周下跌 OPEC加联盟已确认 将继续自愿减产以支撑油价 沙乌地阿拉伯 每日原油产量削减约一百万桶 而俄罗斯则将其出口量减少三十万桶 减产是在先前与OPEC加成员国商定的 减产基础上进行的 油价回落反映出交易者和投资者的焦点转向工需平衡 由于经济数据显示主要 石油消费国中国经济放缓 以及美国库存增加 石油市场出现看跌情绪 此外 选择权也受到市场关注大幅增加 显示生产商可能正在对冲价格波动 尽管近期油价回落 但价格波动仍在继续 大宗商品市场整体依然波动 黄金白银也出现强劲涨幅地缘政治局势不明朗时 这些贵金属价格飙升了10%左右 尽管金价最近逼近2000美元 但此后有所回落 表明市场不确定性持续 且交易者对OPEC加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发展 尤其是工需动态是十分敏感 这种现象是市场紧张的一个迹象 不仅是由于沙乌地阿拉伯和俄罗斯减产造成的直接供应担忧 还包括中东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在不确定性最严重的时期 黄金和白银价格的飙升 已是早在八个月前 预料中的事了 Traditional wisdom is upon us 的影片在7分44秒处 即说明了市场在危机时期涌向避险资产的倾向 聪明的你现在中餐 应该都是吃和牛5A定食吧 近期GDP成长率时高时低 有些季度的表现超出预期 而有些季度则可能出现放缓 未来几季的预期成长率将会大幅下降 显示高速衰退可能不会破在眉睫 再者 机构投资人透过购买债券和减少股票持有量 来重新平衡投资组合 这是一种典型的防御性举措 这种行为强调了他们对 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的信念 以及对其进行对冲的愿望 这样的策略也反映了 当前经济环境下更大的避险趋势 相对的 非机构投资人撤资公债的趋势明显 也显示市场未来前景看跌 这种广泛的抛售也延伸到了股票 显示人们对市场维持其价值的能力缺乏信心 暗示对系统性风险和潜在经济衰退的担忧 因而 外资进入台湾股市波动较大 内部因素对市场动态影响较大 新台币的表现以及 海外投资者的调整 反映了市场对外部经济政策 和央行利率决策的敏感度 有人认为中东冲突不太可能进一步升级 是吗 你认为如何 由于此次以色列立场坚定 易经的卦象 已转为离卦 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本频道 The Financial Storm Is About To Happen 的影片在第55秒即已说明了一切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请注意 本影片只是整理过去一星期 国际财务金融局势 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况 再透过类神经等AI的演算 归纳出一些及时观点 仅供教学与财务金融分析的参考 并不做任何实际的 任何市场的投资建议 本影集先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一提 请在下面留言 最后 本集最后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制作影片本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正是依赖着大家的互动与鼓励 才能不断地继续下去 如果您感觉今日的影片有点点收获 请记得按赞 以方便未来您想要观看的时候搜寻 也更希望未来能够持续有动力 在此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启发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 谢谢